謝謝大家支持《電文講堂》 我們繼續講《社會運動與社會變遷》 今天是第七講的 我們繼續講在集體行為理論裡面 如何分析一些騷亂、社會運動 以至革命的 我們先打開一個PowerPoint 我上次跟大家講 這次要介紹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在社會學上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在理論上 這個理論就叫做 Relative Deparation Theories 相對剝奪或相對剝削理論 這個相對剝奪理論的討論就是 其實我們很容易直覺覺得 什麼時候人們會出來抗爭、騷亂、甚至革命 一定是一些最壞的情況下 官逼文犯 或者那些人是哀鴻遍野 飯都沒得吃了 那他們就會去作飯 這套理論就是剛剛去反駁這些所謂common sense 我們的想法 它說我們觀察在歷史裡來講 不是人在最壞的處境裡 我們在說客觀的環境 最壞的情況下 人就會起來是抗爭的 反而是當你生活開始改善 但未到最好的情況下 在中間的情況下 反而是最容易上街去進行抗爭 為什麼這樣呢 你看看這套理論 有兩條很重要的曲線 曲線 去解釋這個抗爭 為什麼在某個時間點出現 而這個時間點 不是一定是客觀來講的最壞 第一條線就是你看到這條虛線 虛線一直斜上去就是人的期望 人的期望一直所欲無窮 一直一直直線地向上發展 我今天生活好些 我希望明天又會再好些 我爸爸以前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希望我會給他更加多 而你隨著生活的改善 你這種這樣的要求 是會一直一直這樣上去的 但是人的期望是這樣 實質上面 你能夠改善的生活 很涉及到客觀的環境 那客觀的環境未必是 時事都這麼嚴重的 經濟可能中間會倒退 面對著環球的金融危機等等 可能會跌下來的 那他就說這條實線 就是那個實質上面那種改變 實質上的改變 可能走到某個位置就會跌下來的 會斜地跌下來 我們如果看時間點T1 這個時間點裡面 你看到人的期望 以及你實際 就得到的東西 是的確都有差距的 人總是會有更加高的要求 比你實際的環境裡面 是會有個差距的 但是我們看這個時間 一路向前推移 這個另一個時間點T加1的點 我們再向上看了 這個時候 你的期望已經升到這麼高 但是你的實際上的收益 是跌了下來的 那麼這個差距就很大很大 這個這麼大不滿的地步 是可能就會引發起一場的騷亂 社會運動甚至是革命 但是你從這個實際的收益來講 在T加1這個時間點裡 已經來到這一點的高位 相對於你T這個時間點來講 其實你的得益 你的收益 你的生活的狀況裡面 是好過以前的 只不過你在這個時候 會更加不滿 T1這個時間是更加不滿 就是比T的時間更加多的不滿 是因為你的期望是高了 所以那個落差是大了 鄧小明曾經有句話這麼說 他說改革開放之後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多聲音 是多噁噁噁的呢 他說用一句笑話 端起飯碗來吃肉 他說你現在有肉吃的 拿了一碗飯的時候 裡面有肉吃肉 放下飯碗就罵糧 就說粗口 就罵個政府 說社會是很差 就是很不公平 或者他們的生活很艱苦 但是其實你很肉吃的 你相對於文化大革命時期裡面來講 甚至在這個大躍進 沒有東西吃的 幾千萬人餓到死的 是吧 吃樹根 甚至去到某些地方裡面 在這個四川 廣西 甚至有人吃人的 那些是死了一個人 吃人的屍體都去到這個地步 就是一個很絕對的貧共 甚至是饑荒 那時候 你們都不罵糧 你都不說粗口 甚至基本上沒有反 中共的集體行動 反而你生活好了 哇 反而有些人在罵 那樣 那結果你都真的 社會運動是陸陸續續地來 86年有學潮 去到89年有一個民主運動的出現 那樣 怎麼解釋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他就說 要解釋這些情況 如果按照這個 這條 這條 就是 James David's J curve 為什麼J呢 就是 實際的 生活的改善 好像一個J字 不過就要這樣 睡著去寫一個J字 這個 這個J curve 一出現就很危險 所以這個James David's提出的 這個J curve 其實就是解釋這個 所謂相對剝削 就是說 你不是一種絕對的貧窮裡面 不是一種絕對的剝削 你是相對你的期望來講 你覺得有一種被剝削的感覺 被剝奪的感覺 所以你不服氣 結果你是上街 我們有時候就會看到就是這樣 譬如在非洲裡面 有些地方 那樣挨送和平 啊 整個戰爭啊 饑荒啊 排隊去打人來救濟 啊這樣就見不到有社會抗爭 反而南非相對來說 在非洲來說呢 當時的生活水平是相對好一點 起碼那些人 你見到穿衣服打胎 上街那些這樣 不是一種最絕對的貧窮裡面 反而呢 是更多的社會的抗爭出現 中國都是這樣啦 不是在最壞的情況 而是到了這個經濟改革 1978年 開始進行經濟改革 到89年的時候 是大規模的抗爭 全國出現的 爭取民主的這樣 你要解釋這些東西呢 就是不可以 只是用它的客觀 環境去到解釋 也必須要看當事的人 一些期望 比如說改革開放之後 有更加多人 可能就會跟 因為有機會流動 它會跟城市 其他城市比較 為什麽北京的人 可以過好的生活 我在成都又不行呢 這樣 它也有更加多資訊 為什麽香港 台灣 就是更加不滿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論 就是說 它讓我們知道 其實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處境 滿不滿意呢 其實不能純粹用客觀標準去量度 有很多時候 跟很多人 一些學者去辯論 有關香港的情況 他們就經常說 我們從很多指數來講 我們香港很好 等等 他們不明白到 特別是新一代 他們應該是有很多 對於生活的要求 跟老一代 就覺得香港賺錢 就好 在一個經濟城市 這種要求已經不相同 當你有了這一套參考的一個架構 或者這種標準之後 你對現狀的感覺 跟老一輩的香港人 是很不相同 他們再跟你講 那些客觀的指數 已經是沒有意思了 他們應該讀一讀 這些所謂相對 剝奪理論才行的 好了 那 這套理論 可以展示得出 加上去做 我之前 上幾課裡面講的一些 心理的因素等等 我們可以總結一下 這個所謂 集體行為理論 collected behavior theories 究竟整個的論證是怎樣的 最經典的模式 其實他們的討論就是這樣的 在結構上來講 出現了一些不滿 比如說 發展 到某個地步 突然之間 亦倒退 然後你的期望沒有去到改善 沒有降低 結果你便出現了心理上的那種不平衡 不滿意 就出現社會運動 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 最經典的一個討論 有結構上面的緊張 出現了心理狀態裡面那種困擾 然後就出現社會運動 那你再看一些 譬如好像 我們有一次上次講的大眾社會理論 他就講人呢 在一種急劇的變化裡面 譬如農村走到城市那樣 出現了一種 所謂自我孤立 社會的孤立 social isolation 原子化 然後開始一種疏離 緊張的狀態 他會做一些極端的行為 有些討論就是 一個所謂社會地位落差 譬如你覺得自己的大學生 應有某些的收入 誰知道呢 你發覺原來 同一代的人都好 都不大學 這張成書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你出現了所謂connected dissonance 就是你的認知的落差 你以為你應該有得改善 生活結果沒有改善 你會產生抗爭 大概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不再詳細介紹第四個了 因為我沒有詳細用 第四個理論裡面 是在這一次的網上講座去講的 但是總體來說都是這樣 結構上不出了問題 心理狀態 就是不高興 接著就是進行抗爭 這種討論其實有很多問題在裡面 究竟是不是人 去到心理狀態裡面 覺得很不滿 你就會跳出來上街 去進行抗爭的呢 如果這樣說的話 當我們看到社會沒有抗爭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那些人心理很OK呢 沒有那種不滿呢 你想一想 其實肯定不是 香港現在夠安靜了 建制派就說 重回正軌了 這樣 所以大家都很開心了 很平靜了 是不是這樣呢 只不過是因為有些社會條件 是不存在 令到你沒有辦法去到上街抗爭呢 譬如沒有組織去到動員 譬如說法律啊警察 無情的打壓等等 這些都令到你就算你心理裡面有很緊張的狀態 很不滿的狀態 它是因為一些結構的緊張 所造成的這種心理的不安 你都不代表你就是可以上街的 所以其實這種剛剛還說這種理論討論 其實是很不充分的 可以以為說結構上面有些不公的東西 你心裡面不滿 你就會自動上街 這個太簡化了 另一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一個人呢 由不滿去走到去行動 其實那個過程裡面是很複雜的 究竟他怎樣由一個個人的不滿 跳到集體的不滿 而有不滿之後會變成一種行動呢 我剛剛都講過 可能需要一些組織 甚至需要有媒體裡面的配合 將這些的不滿 由個人的不滿去表達出來之後 發現原來很多人都不滿的 這樣才有一種集體的不滿才會變成行動 所以這個過程呢 其實是很複雜的 由個人變成集體的不滿 集體的不滿變成集體行動 怎樣再有其他的理論去解釋呢 第三樣東西呢 是要攻擊這套理論 就是說你這套理論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他們對於這些的上街呢 是往往帶著一些負面的態度 他覺得那些群組都是搞事 造成了很多的破壞 而這些人呢其實是非理性的 他平時根本就是很理性的 只不過因為受到群眾的刺激 這些他有什麼假定 他假定呢 其實他們是一個比較好的社會 合理的社會 所以上街他就會覺得是非理性 他會覺得是衝動 那這個假設是不是對呢 其實如果那個社會本身是很不公正的 上街其實是很合理的 是理性的人會做的事情 是不是 可以是因為你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 我去到批判這個社會 甚至行動的批判 其實很合理的 所以這一套的理論 特別就是早期歐洲學者 根本他們自己戴著了 某一種的想法對社會 他認為現狀就是好的 他們就是覺得Status Code是OK的 所以他是戴著有色眼鏡去看這些 示威者或者屈眾 那我們不需要一定要跟這一套這樣的假設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這麼快去判斷 上街遊行的人一定是非理性 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這兩個是簽在一起三和四的 就是他們假設那些人是非理性的 而其實下一步 因為他們假設那個現狀合理 所以你上來抗爭就是非理性 這套東西受到後來很大的衝擊 特別你想想 去到五六十年代在美國 出現好像馬丁路德金 他們這些這樣的牧師 帶領一些人去進行遊行啊 抗議啊 甚至是公民抗命 那些行動是很有組織的 而且是很和平的 去到控訴那個現狀 而且捲進來的人 越來越多的人是大學生的 將來我也會說到 當時裏面有個所謂的 自由之下 有很多在北部的大學生 走到南部裏面 幫忙那些黑人登記做選民 那你捲進來這些人 你已經慢慢慢慢 不可以覺得 他們是社會上面一些邊緣的人 這些人是不合理的 是失理性的 所以這一套的理論 它一大堆的假設 其後都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戰 如果我們看參與行動的人 可以有理性 可以有組織的話 我們不可以只是用 我在體系堂裡面 介紹給你的這些 有關社會心理學的理論 我們必須要用更加多的 其他的理論去幫我們明白 為什麽今時今日 有很多甚至理性的人 有組織的人 他們都是會去到進行抗爭的 那我們下次再討論下去了 今天講到這裏 拜拜